从昆仑山脚下到天山脚下 500多公里的坦途穿越死亡之海 108个水景房 108位普通人扎根沙漠 保障了道路的畅通 也成了沙海之中一道靓丽而独特的景观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在新疆民风 在现在新疆有很多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但要说第一条还得是轮台到民风 这条522公里的沙漠一号公路 之前我们走过沙漠二号公路了 那这次就准备从民风到轮台去 咱们一起去走一走沙漠一号公路 从民风出发 很快在县城东边的路口 我们就要向北拐弯了 从这一刻开始 也就正式地开启了今天的沙漠穿越之旅 一走进沙漠公路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景观 就是尼亚河畔的绿洲场景 因为尼亚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 而且根据每年的溶水不同 植被和景观也大不相同 水少的时候绿色就少 牛羊也少 水大的时候 路都能被冲毁了 这段路因为河流的影响 路况也比较差 坑坑洼洼 蔓延了十几公里 这也是这条路上唯一一段 路况比较差的路段了 不过只要我们慢一点 不管什么车都能够顺利通行 沙漠一号公路是至今为止 我国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 1993年3月动工 到了1995年9月 全部竣工 这条公路的最主要目的 除了连接南北之外 还有连通 轮南油田公路网的作用 让能源能够走出沙漠 整条沙漠公路 全长522公里 其中流动沙漠段 北起萧塘 南至民风县城以东 23公里的洽安 全长有446公里 在流动沙漠路段 去修建公路 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在当时呢 有18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 同时参加了科技公关 最终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也攻克了流动沙漠当中 修筑上等级公路的 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项目的研究呢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公路修建完成之后 后期的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 108个水井房也就应运而生了 水井房的任务就是要保证 我们现在看到的防沙带的树木存活 如果没有这些防护林 那这400多公里流动沙漠 随时都有可能把道路掩埋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 76号水井房了 刚刚呢我们在路上走着 发现这个叔叔在搭车 然后经过我跟他聊天呢 我了解到 他是早上徒步了4公里 到77号水井房这边来修水管的 现在正值中午啊 如果说这么热 还要在沙漠里边再走4公里的话 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 我们把叔叔带到这个 76号水井房这里 他一路都在表示感谢 现在呢就要求我们去他的 小屋里面坐一坐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水井房的里面是什么样的 每一个水井房里面的结构和布置 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从今年开始在水井房里增加了冰箱 还有空调电视 在之前生活条件要差很多 没有冰箱空调电视 像送过来的肉啊菜啊 根本放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在炎热的沙漠里面 还需要对抗高温 确实很不容易 20天送一次水 20天送一次水 这些就是生活用水 对 其实这个到108都是我的陕西的 还有其他地方过来的 其他地方是四川河南 在二队里一队 在闲暇的时间 叔叔还会去捡一些沙漠人参 这些是可以卖钱的 可以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 他们每一个人呢 一个月总共有4200块钱的收入 用水用电全部都是免费的 水有人送 电呢是太阳能发电 除此之外 吃饭的话 买菜买肉是需要花钱的 哦这菜还要花钱呢 还要花钱呢 我还要 这个四家有点薄 最不够 他们有一个群 把想要的菜抱在里面 并且标注上自己的水井房号 等送菜的时候 就会统一送过来了 我们刚刚去到的那个水井房呢 是76号水井房 看守水井房的叔叔啊 是从陕西过来的 他们呢 是每年三月的时候来到这儿 然后十月的时候 就从这儿离开了 因为十月之后 这边的气温就变低 所有的水都冻上了 所以也就不用再浇灌了 通过我们跟叔叔的聊天啊 了解到 曾经呢 每一个水井房 都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在看的 但是从今年开始呢 就是一个人负责一个水井房 他们所用的生活用水 还有平时的饮食 都是有人专门给他们送过来的 蔬菜和肉类啊 这种东西是每十天一送 像水呢 是每二十天一送 76号到108号水井房呢 是从民风那边送过来的 再往前的话 就有可能是塔中送 再往前 就有可能是轮台送了 我们现在在路边看到的 这种黑色的水管 都是从水井房里接出来的 连接了整条沙漠公路 一直呢 在源源不断的浇灌路旁的这些植物 每一个水井房之间的距离是四公里 但这个距离 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也发现 有一定的误差 每一个工作人员每天的任务 就是要在自己的辖区 巡逻检查 有没有水管损坏 接下来呢 就是要定时的放水 提报每天的浇水量 水井房的工作简单 但是枯燥 听叔叔说 累倒是不累 但是在沙漠里 一个人这种孤独感 也是非常难熬的 道路两旁的这些绿化带呢 它的宽度大概在25米左右 主要的植物就是缩缩树 沙拐棗 这样耐旱的植物 我们离近看就可以看到 这个水管里边的水啊 是一直在源源不断的浇灌着的 这个水呢 抽的都是地下水 大概呢 打到地下深20米左右的位置 这一片啊 地下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沙漠一号公路 是世界上在流动沙漠当中 修建的最长等级公路 公路分支 在塔中镇到且墨县 如今还能进而连接到阿拉尔 在沙漠之中 形成了一套交通网 曾经连想都不敢想 如今都已经做到了 当我们走在这条 被称作希望之路 和幸福之路的沙漠公路上时 也不禁会让人感慨万千 走过了这108个水景房 景观又有了细微的变化 胡阳林的出现 让这条公路 又有了另外一种美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到达了 一号水景房的位置 也算是把整个 沙漠公路的核心走完了 108个水景房 108位守护者 也是他们保障了 整条沙漠公路的畅通 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